大家好,我是徐濤 你剛剛聽到的是我們2月18日早上電話會議的錄音 今天是打燕要給我們帶來一些新遊戲 對,咱們玩的這個遊戲叫做讓陌生人迅速相愛的36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不 這是丁教我們的聯合創始人 她還在美國的硅谷 所以咱們今天先玩這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在世界上你可以任意選擇 你想邀請誰來共進晚餐 小愛掉線了 完了 我們把小愛加進來 我不知道怎麼加,等一等 怎麼經常突然的掉線 然後又很突然的臉上 這是小愛,我們的線上推廣 她在烏隆木齐 我想跟那個奧巴馬婦人吃飯 我最近在讀完了她的《Becoming》那本書 我覺得挺好的 我想跟喬布斯吃飯 這是Amanda,我們的公眾號編輯 她被困在了中山大學的宿舍裡 但是她如果覺得你不完美 可能會對你不太友好 但是我還是想感受她的那個能量扭曲場 我想和林肯帕爾克的主唱Chester一塊 因為她已經去世了 這是迪卡布里辛,我們的聲音後期 她在河南交座的家裡 對,我想跟陳迪斯汗吃完飯 或者是跟這個Elon Musk吃完飯 Elon Musk可以 Elon Musk說不定就可以跟他吃完飯 對,吃完之後我就可以把這個 在腦子裡裝上計算機 然後給你連起來 我就變成這個Superhuman 提前試驗他的這個新科技 這其實就是我們遠程辦公的狀態 這段時間大概很多公司 都不得不開始遠程辦公 因為在疫情之前 我們也一直是在遠程辦公的 所以在工作狀態上 我們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可能對其他的公司就未必如此 那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的 疫情中的公司們系列中 新一期的節目 就和這個話題有關 本期請來了遠程辦公系統 石墨的創始人吳杰 一起聊一聊線上辦公的話題 聊一聊這次疫情中 這個行業的基於風險 他同時也會給大家一些 遠程辦公的建議 另外大家還可以在微信中 搜索生動活潑的公眾號 來獲取疫情中的公司 這個系列的文字版本 以及其他信息 對了順便提一句 在回答選擇 和誰共進晚餐這個問題時 我是超級想和科幻作家 阿希莫夫 或者音樂劇Hamilton的創作者 令Manuel Miranda 一起共進晚餐 歡迎來到生動活潑傳媒旗下 龜谷早知道第四集 這個世界因科技創新而聚變 那就請和我們一起 在最前線 觀察科技創新 所帶來的變化 影響和機遇 今天和我們坐在一起的是 石墨的創始人吳杰 Hello吳杰 歡迎做客我們的節目 你好 我是石墨創始人吳杰 石墨是一個在線遠程协作的辦公軟件 例如是可以在線同步使用 Word文檔呀 或者在線同步 數據表格等等 那麼要不要先聊一下說 往年的春節前後 你們的業務量 通常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往年我們到了春節 一般業務量都會就是下降 因為我們做的是辦公軟件嘛 但是今年是非常不同的 在疫情期間 我們使用量相反有大幅的增長 增長大概有多少 基本上有五六倍的增長吧 非常不一樣 跟之前 那您個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 可能會跟往年不太一樣的 大概是在1月21號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一直在忙 就是在應對疫情的一些突發情況 然後好像是過完年之後 到了初一初二 開始發現我們有大量的用戶 使用石墨文檔在抗擊疫情 我們團隊也有反饋 然後我自己也在各種群裡面 看到很多人開始使用石墨文檔 你說他們用這個石墨文檔 來抗擊疫情 能具體說一下嗎 因為這個疫情發生之後 大家都就說自我隔離嘛 關在家裡面 但是大家其實對這個疫情 非常非常關注 那大家有很多人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 然後所以在線工具 就成了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不光是我們 還有很多其他的在應工具 也會湧現出來 但石墨在裡面是相對比較突出的 就是我看了一下 他們有一個排名 然後前面五大公益組織 其中有四家都在用石墨 大家需要去收集信息 需要去分享 需要去寫作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疫情的這個節骨眼上 其實很多信息的收集和分發 都產生了困難嘛 然後後來有一些工藝組織就會冒出來 他們就會開始用石墨文檔 去完成這個信息的收集協同和分享 你說的這個信息是指說 可能醫院前線缺哪些防護用品 這類的信息是嗎 對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 有的是有關這個疫情的信息的 這個收集和分享 有的是有關這個物資 就是醫療物資的這個需求 因為有各大醫院 他們都開始在網上進行這個求援 就是求助 因為有很多這個物資的供給方 他們也非常想幫助醫院 然後醫院也有很多求助 所以他們就會在石墨表格上面 去列一個表 然後去對應這些信息 因為很多信息都很零碎嘛 然後通過石墨表格 他們就可以很好的對應起來 然後大家就可以在上面更新 也可以看到哪些是供給方 跟這個需求的醫院就很好的對應 然後大家就可以非常好的協同 然後還有一些 比如說酒店的一些信息 因為比如說有些患者 他需要去隔離 他需要知道哪些酒店可以去隔離 然後還有比如說醫院 他們有些醫生 他們也要有臨時住的地方 他們也需要找這些信息 所以在疫情期間 其實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匯總 可能之前那些信息分發渠道 都已經不適用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自發的 很多公益組織就開始用石墨文檔 你剛剛有說 除夕之後 其實是你們還在休假的時間 對不對 對我們那時候還在休假 那所以你們的員工是說 自發的參與進來 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 還是說其實很多都還是自發的 就是讓他們自己增長的那種 我們發現就是說有很多公益組織 開始使用石墨文檔以後 我們也開始組織團隊支持 公益組織來抗擊疫情 主要我們會提供 產品和技術上的一些支持 而且我們石墨文檔 本身是一個來自武漢的一家公司 將近一半的員工在武漢 然後我本人也是在武漢長大的 武漢人 另外兩個合伙人 要么是在武漢長大 要么是在武漢讀了大學 所以跟武漢也是富有淵源的 所以你們是全員都參與加班了是嗎 有一部分員工吧 主要還是這個市場和銷售的同事 還有一些產品研發的一些同事 加入進來 能夠舉個例子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在線表格 其實大家就只是做Excel表格 或者是登陸一些數據 我比較難以想像說 你們要怎麼樣去幫助他們 去支持他們 首先第一點就是說 會有一些公益組織 開始使用石墨文檔 因為他們發現可以在線協同 然後分發信息 我們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就推出了 專門針對疫情的 這個疫情場景模板 有些功能 他們也不一定非常的熟悉 大家就會知道 這些事情還可以這樣用 而且可以很快的去應用這些模板 然後去解決疫情期間的一些場景 比如說收集信息啊 然後健康的匯報啊 然後協同啊 然後通過我們的符號 發出去之後 傳播出去 給所有的 就是說在抗擊疫情的組織和政府 還有小區去提供這個工具 讓他們可以更高效的 解決在疫情中的一些問題 所以當時整個團隊的範圍是什麼樣的 因為你剛剛也有提說 你們其實是一個武漢出來的團隊 整體而言 大家是非常關注疫情的發展的 每天我們都在群裡面進行溝通 就是比較幸運的是大家沒有一個確診的 整個公司目前還是大家還是比較健康吧 然後他們有一些家屬 親人父母 就是一線的醫務工作者 所以有些小伙伴他會直接面臨這種壓力 然後另外呢 就是在武漢很多同事 他們也會用自己在家裡面的時間 去參與到這個疫情的抗擊中 去直接去支持 看怎麼樣能夠幫助一些抗擊疫情的組織 然後去解決一些問題 你有沒有直接去跟NGO這種公益組織的人去對話過 我在群里跟他們對話過 他們還有很多細節的問題嗎 就是可能每天都會需要有人支持他們 我就會拉同事過去支持他們 你會覺得他們問的這些細節的問題 或者產品的問題 跟之前你們其他客戶問的會不太一樣嗎 會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比如說疫情場景它就不一樣 疫情場景它主要是對於這個疫情的一些信息的收集 和分享 然後快到快復工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就是全國企業他們現在都需要遠程辦公 然後也推出了一些幫助各個企業機構 他們能夠在線辦公的一些模板 之前我們可能更多的是 在於某些場景上面的一些協作 這次疫情的遠程辦公 基本上要能夠實現公司全員的遠程辦公 也就是說我們要把整個公司所有的工作流程 都能夠去涵蓋 所以它需要更多豐富的場景的一些支撑 比如說我們會做這個考勤卡 然後我們會做項目的管理 會做OKR 從員工一開始復工到最後整個一周工作完結 全部我們都要考慮到 然後去形成一整套的這個方案去給了大家 這個方案其實也是基於你們自己 全員在線的一個經驗是嗎 還是說其實你們會去考慮各個不同的行業 我們可能很難一下子 針對每個不同的行業都給不同的模板 針對一些基礎的場景 然後給一些基礎的模板 它在上面其實可以進行自己一些自定義 也可以就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進行一些調適 因為之前你有說在春節期間其實看到了一個五倍六倍的增長 這種增長對你們而言會有挑戰嗎 對我們產品顧問去服務企業稍微有一些挑戰 因為它畢竟就是一下子有這麼多企業需要去服務 其他的還好 對流量對我們沒有太大的挑戰 我們我們的服務一直都非常穩定 你剛剛也有說其實你們還蠻經常進行遠程辦公的 有一部分的同事在武漢 可能有一部分的同事在其他城市 那這個對你們公司本身而言會有什麼挑戰嗎 還是比較習慣的一個方式 我跟另外兩位創始人之前都在美國有長期工作和學習的經歷 我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遠程辦公已經是一個成熟的一個理念吧 遠程辦公這個理念是來自於在硅谷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公司 這些科技公司它為了能夠在世界各地能夠收羅人才 它就提出了遠程辦公的理念 通過成熟的科技工具和一些管理方式 能夠使它的效率非常高 這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去組建團隊 我們在一開始成立石墨的時候就秉承了這個理念 所以整個團隊還是有這個基因的 只是說這一次疫情來了以後 我們是真正的要實現全員的遠程辦公 這個會稍微不同 就是我覺得全國上下都是比較緊張的嘛 然後在武漢我覺得團隊成員還是會面臨一些壓力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企業他們其實在線寫作的經驗不是特別充足 那如果你要去給他們一些建議的話 你會給他們一些什麼建議呢? 就像我剛說的遠程辦公是一些先進的科技公司 最早在矽谷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要很好的遠程辦公 不光是一個很好的工作的工具 還有一些工作機制 它還有很多人員的意識 文化的一些配備 我覺得現在對於這些全部的改進是很難的 我們只能在現在現有的情況下 看怎麼樣能夠更好的遠程辦公 我的建議是 首先第一選擇好非常好的工具 就是一定是實時協同 能夠很好的去提升效率 而且穩定性非常好的 一個是即時溝通工具 比如說像丁丁且微信這些 另外一個就是視頻工具 比如像zoom這種 還有一個就是文檔工具 比如像石墨這種 這三件套組織起來 就是可以非常好的去實現遠程辦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管理機制上 我建議就是全公司要有比較整齐的一個心跳機制 什麼叫心跳機制呢? 就是你需要每天早上一起先碰一個會 這個會要足夠簡短 然後去列出大家今天所要做的事情 讓大家所有全組的人都能夠知道 我們今天每個人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在晚會去check 去review我們這個checklist 就我們做的事情進展怎麼樣 然後還有哪些問題 這個早晚會是一定要開的 這樣的話可以讓整個公司在一個非常一致的一個溝通的節奏上面 然後每周就可以把這個每天的早晚會總結下來 形成一個周報 那麼這個周報就可以使得各組的跨組溝通會非常高效 然後這樣再形成部門的這個會報 通過這個心跳的節奏和部門之間的周報機制 就可以把這個整個公司的信息溝通給循環起來 由於遠程辦公大家溝通受限 大家不在辦公室 所以呢大家就會想很多機制去如何在高效的去進行溝通 但實際上這些溝通的方式在辦公室依然是有效的 所以我覺得通過工具和這個機制可以非常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遠程辦公本身而言實際上是對企業就是組織效率的一個極大的提升 其實遠程辦公的很多它的理念不僅僅只是在家遠程辦公才需要的 其實如果大家即使在辦公室裡面辦公 如果遠程辦公所實踐出來的這些機制都能很好的去實踐的話 其實會使得整個組織的它的運轉效率都可以提升 所以我覺得遠程辦公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值得去實踐 學習和訓練整個組織的一套機制 所以你會覺得經過這一輪疫情之後 你會覺得線上辦公的這個行業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我覺得疫情之後大家回到辦公室 可能就是有些企業還會回到原來的樣子 但是有些企業可能會因此而就是接觸到了一些線上辦公的工具 相對於這個在線辦公工具在這一波裡面進行了一個非常有效的宣傳 所以對你們這個整個行業而言其實是一個利好 長期來講我覺得是的 我能問一下你們現在的競爭對手是誰嗎 我們競爭對手都是巨頭 比如說現在騰訊文的WPS 所以現在特別是疫情起來了之後 巨頭們也都在爭奪這個市場 所以你們現在的這個競爭是什麼樣的狀態 是比較白熱化的狀態還是怎樣的 然後以及你作為一個稍微消體良意的公司 你覺得優勢是在哪裡 要怎麼去面對這種競爭 我覺得在這個時期 確實大家都會比較看重這個時期吧 去爭奪這個時期的一些機會 我覺得大家賽道是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一些巨頭他們更多的會在視頻會議 會在這個即時通訊上面加大很多的這個投入 我們的優勢主要還是在專業性 這個Office就是文檔 Excel PPT這些方面我們是做的最專業的 在這些方面實際上專業性也非常的深 如果要用性能和它的功能複雜度 最好的這個Office產品 雲的Office產品還是會找到我們 所以我們的優勢主要是在這個專業性 但WPS跟那個Microsoft他們的 你叫OneDrive的服務也是很專業的對不對 WPS主要的優勢是在傳統軟件段 它的這個雲端這一塊的產品是不如我們做的好的 我們在雲端的Office是在國內做的最好的 然後微軟的Office它的雲端Office 在中國的體驗也不如什麼 就剛剛說了優勢 那你覺得可能對你們而言挑戰在哪呢 我覺得主要挑戰在於 就他們的品牌和流量是一個優勢 他們就是覆蓋面會更廣一些 所以他們推出一個產品 會有更多人很快就知道 這個是他們的優勢 現在其實其他的行業很多都會說 因為這波疫情對未來並不是那麼看好 會是一種過冬的狀態 那對於你們公司 或者你們這個行業而言 會有過冬這一說嗎 還是說其實可能會接下來都還蠻好的 我覺得我們肯定比服務業要好很多 這波疫情會給企業服務 特別是在線企業服務軟件 帶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 但是在未來的收入的話 我覺得可能等要等疫情結束之後 它的商業化的一些好處才能慢慢顯現 總體而言我覺得不是過冬吧 我覺得是一個宣傳的機會 是一個比較好的契機 所以基本上對於這個行業而言 其實還是蠻樂觀的 是的 非常感謝吳杰做客我們今天的節目 好 謝謝許桃 這就是今天的節目 感謝大家收聽這次節目 這期節目 除了主播和嘉賓的努力 也要感謝蒂卡普利欣和小艾 蒂卡普利欣是負責我們的後期剪輯 小艾幫忙把音頻上傳到所有的平台 她同時也是生小英這個賬號背後的小夥伴 我們也期待聽眾你的更多參與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群 加入群的方式是添加生小英的微信 生FM1 S H E N G F M E 阿拉伯數字的E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可以給我們打賞 或者把本期音頻轉發給你一兩位朋友們 那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請問我們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